他是這樣寫 不過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我九九成馬表 我不想要用這種方式 我想要換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換一個函數 那你想說老師我如果不用 不用這個上面的數字 而希望用這個有一個函數 叫那個Column跟Row來解決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 所以請各位待會練習的時候 把這個九九成馬表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這個工作表很簡單 拖拉加Ctrl鍵 拖拉有沒有 就是滑鼠的左鍵 向右移動 然後呢按下Ctrl鍵 它會多一個加號 表示可以複製 這個時候你滑鼠 滑鼠的左鍵放開 它就多一個了 有沒有一模一樣 那主要我是希望說 如果我要變化 變化題 請你把這個delete掉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剛剛的方法 我要用另外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 插入函數 因為藍的話 除了可以從上面取得數字之外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那個查閱與參照 這一類 其中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Column 這個Column實際上就是藍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 在這個儲存格的哪一欄 你按確定 你把它 直接按確定好了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它都會哪一欄 向右填滿 有沒有 這個函數很妙的 它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你現在在哪一欄 那其實可以用這個 取代上面這個數字 可是說老師數字不對啊 它相差1 相差1沒關係 可以怎麼樣 減1不就好了 減1打勾嘛 向下 有沒有 向右 有了嗎 所以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出一個 額外的練習題給各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上面的這個數字 請你用Column函數取代 那這個呢 這個請你用另外一個函數 我把它delete掉 顧名思義嘛 有藍就有列 所以一樣在查閱與參照裡面 就會有一個函數 就可以取得列 哪一個呢 這個 叫Raw Raw 其實就是取得列 Column是藍 Raw是列 那就按確定 那一樣 這邊直接按確定 不要任何參考 那你會發現 向下 向右 有沒有 它都取得 那個列的 就是你現在在哪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跟它外面這個數字是一模一樣 可是你說老師它跟前面不一樣 沒關係 怎麼做 相差多少 相差3 所以減3就好 打個勾 OK 那你會發現向下 1到9 有沒有 向右 也1到9 好 那如果說假如 我希望 可以呢 做一個練習 就是 請你把 剛剛這個公式有沒有 換成 Column跟Raw 函數 然後呢 一樣可以向下 一樣可以向右 那 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那該怎麼做 其實到底很一樣 就是 其實就是把 B3 改成Column 然後把 這個 A4 改成用Raw 但是記得要一個-1 一個要-3 公式可以把它做出來 這個是變化題的 另外呢 甚至 我還希望說呢 可以再延伸 不過難度會更高 就是我希望 將來最好可以直接幫我 你再複製一個 一樣拖拉加Col鍵 然後把這邊改成VBA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寫個VBA 那這個VBA的話 那最好是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然後它可以怎麼樣 直接一執行 自動就幫我把99乘法表給輸出了 OK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這個可能還是需要寫一點程式 這個因為我們在 如果你是中語系的同學 應該大一都有上過類似VBA的課 那當然寫VBA有點難度 不過也不是那麼困難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把那個 上方的箭頭其他命令 這邊有個自訂功能區 要把V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這邊就有開發人員 你就可以把程式寫在這邊 Videobasic 然後把它往右下移動 這個環境 那只是說啦 假如你不會寫這個VBA的 這個程式的話 那其實有個方法 我最近發現 因為最近有個話題很夯嘛 就是那個什麼 ChartGPT有沒有 他居然可以寫程式 而且我還真的試著 希望他幫我寫一支 99乘法表的程式 那當然你可以打開 那個ChartGPT有沒有 OK 應該知道網址吧 他網址蠻好記得 就是 其實你就記這樣 其實 Chart.openai.com 其實就可以 直接進到 就是 ChartGPT的 他的網站 而且直接可以跟他 talk 雖然他的介面還是英文的 不過我發現 你輸入中文 他還是看得懂 然後於是乎 我就試試看 請他幫我寫一個 99乘法表的 VBA乘4 結果 有點讓我有點意外 可以 當然你可以跟他 talk 就比如說 請 幫我寫個 99乘法表的 Excel VBA乘4 OK 你可以看這樣 看什麼 那當然理論上 我不太抱什麼期待 不過呢 你會發現 你按Enter 他結果呢 我覺得這個ChartGPT 真的現在 還蠻厲害的 他這個時候呢 就告訴你說 我正在幫你寫個程式 有沒有 而且他幫你寫完了 寫完之後呢 其實他還可以讓你copy 你還可以真的貼到那個 我們剛剛的開發的地方 他就可以直接幫你輸出了 而且他 他還有一些例外 他還一個寫完 還意猶未盡 還寫第二個 還跟你講說第一個跟第二個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 所以他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程序什麼 在A1 當然他這個是從A1開始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從A1開始 那我們其實來試試看 這一段 或者直接copy好了 我們來跑跑看 當然你可以 如果假設你要 拿來亂亂看的話 你可以開一個 空白的工作表好了 然後呢把程式 貼到哪裡呢 一般是習慣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它貼上來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 什麼都沒改喔 我來試試看好了 看有沒有這麼厲害 而且他其實還蠻厲害 寫的其實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 我執行看看好了 如果你要執行就RUN他看看 有沒有發現 他就輸出了 但這個結果 好像跟我們預期的有點落差 他是什麼 1到81是沒錯 可是他前面 他是乘七的結果 他沒有把那個前面 加上1乘1等於多少 有沒有 但是我今天我希望 自己寫一個像這樣的VBA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 剛剛主要第一個 把剛剛的程式 再複製喔 記得拖拉加Ctrl鍵 然後請你喔 利用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 插入函數裡面 一個是什麼 查閱以參照裡面的column 取得藍 一個是查閱以參照裡面的RAW 那當然Ctrl要-1 RAW要-3 那請你把它改成這樣的方式 那第二個就是寫成那個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其實在那個Excel裡面 不是說只能用單一種方法 當然如果越簡單越快速 當然那個方法就是更好的啦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做完一種方法之後 我想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更簡便的 因為像剛剛喔 你還要記得說 鎖B3的3 如果你沒鎖正確 結果一定錯 然後還要鎖A4的A 對 那如果你用Ctrl跟Raw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不需要 知道該鎖哪一個 直接向下向右就OK了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反而我 如果這一題喔 用Ctrl跟Raw 可能會甚至更簡單一些些 OK 試一下 另外喔 可以思考一下 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這一題喔 我希望喔 用VBA來寫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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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